在五年多前 台灣通過了同婚 可是在婚姻平權這條路上 其實一直有很多的未盡之夜 其中一個就是兩岸同婚的議題 而兩岸同婚在這陣子呢 已經正式的開放了 具體來說 該怎麼做呢 假設有一個台灣的男生 他想跟一個中國的男生一起結婚 他們是情侶 是Couple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必須到承認同性婚姻的第三地 比如說像是美國 美國也是承認同婚的 你在其他這個第三地結婚之後 接下來經過這些流程 就可以在台灣辦理結婚登記 有哪些流程 你要在中華民國駐外館處 或者是國境線上通過面談 接著要驗證相關的證明文件 基本上這整個程序就是比照 異性戀婚姻 異性婚的做法 那麼接著你就可以在台灣辦理結婚登記 那這是內政部上個禮拜的最新公布 那可以看到內政部這邊就列出了 他們的新聞稿 他們說基於兩岸事務的特殊性 所以呢 政府對中國的人事入境的規範 跟管理 在三十多年來 一直都是持續一貫的 那任何的調整措施都會兼顧國家安全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擔心說 兩岸統婚之後 會不會有一些人假結婚 結果進而研發出了一些國安的疑慮 所以內政部這邊就強調了 他們一切都會兼顧國安 社會安定 並受到社會多數支持 那相關機關也都會強化 現行中國人士來台的人流管理機制 以及安全管理 那內政部這個新聞稿發出來之後 媒體也去問了內政部長 去問內政部長說 現在有些人是符合這樣的結婚資格的嗎 我們的劉部長劉施放都說 目前已經有五對符合相關的資格條件 而內政部會給予他們方便 用特殊的方式予以處理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的民間團體都是給予了高度的肯定 我們這邊列舉出了非常多的民團 他們全部都是在這個議題上面 深耕多年的相關團體 他們就說了 現在終於有一條崎嶇 但是可以回家的路 可是呢 他們也說了 現在其實這個平等啊 還沒有完全走到盡頭 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透過這一次 內政部的這個新聞稿 你就會發現 他們其實是變相的要求 所有的同性伴侶 你都必須要繞到第三地去結婚 你必須要去找哪一些國家 他們的同性婚姻也是合法的 像我們剛才講到的可能是美國 在這個世界上面 可能還有三十多個國家 這些都是有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 你必須先到這些地方去結婚 才可以來台灣登記 可是這些民團就說了 這代表說 在同性伴侶在結婚的時候 還是存在的比較高的經濟跟階級門檻 所以相較於異性戀呢 其實你還有更多的門檻 更多的金錢相關的問題 需要去克服 畢竟不是每一對情侶 都有這樣子的能力 可以飛到其他國家 先去進行結婚 再來台登記 所以呢 他們希望接下來也能夠仰賴行政部門 持續的修正相關的規定 但無論如何這一次呢 台灣在婚姻平權這條路上 又往前邁了一步 接下來是不是能夠再更進一步 完成婚姻平權的未經之夜 華視新聞將持續帶您關注 您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